前世的女帝如今却重生成了萝莉 我本是至高无上的海底亚特兰蒂斯之王 为了一个男人我放弃了三千男宠 可我又怎么能想到我的爱人竟是弯的 因此我惨遭陷害 无奈重生成为了一个三岁奶娃 重生之前的我居住在这深海之中的神秘宫殿 而我便是这海底众生的信仰 我有着两大得力干将 贤者考尔坦和武神末日 这俩人不仅是我的下属 更是我的挚爱亲朋 表面上他们一个个对我虔诚无比 可就在这天 我打算悄悄给我的爱人一个惊喜之时 却意外在门外发现了令我痛心的一幕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涌了出来 就算我亲眼目睹了一切 但是我始终无法接受现实 我没有打断他们只是愤然离去 就在我伤心之时 末日待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没有任何解释 便和考尔坦用绳索将我困住 他们囚禁了我久久108天后 又是来到了我的面前 企图击溃我内心最后一道防线 考尔坦口口声声地说着 为了爱情不得不如此 终于还是成功地击碎了我的内心 我倒心破碎 这便是我最虚弱的时候 因此只是瞬间便将我封印在了 虚空乱流之中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怠毒 不是将我杀害 而是要让我永受炼狱之苦 我在里面整整被折磨了一千年 终于封印中出现了一道裂缝 我的全身都渐渐有了感觉 我似是感受到了雨水打在了我的身上 而在这潮湿的空气之中 似乎还夹杂着血腥的气息 终于我睁开了眼 我被人抱在了怀中 可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只剑朝我射了过来 抱着我的女佣直接身形秘密 那剑便直接插在了她的身上 巨大力量使她直接瘫倒在地 我从女仆怀中挣扎而出 我这时才意识到 我似乎在吃着手 可是我怎么变成了三岁小孩的模样 我不由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直接用手掐了一下自己 不知是不是因为小孩的本能 疼得我直接哭了出来 见此女仆将我抱得更紧了 而那刺客也是出言威胁道 将公主乐赛杨交出来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女仆妃蛋没有将我交出去 反而抱得更紧了 这让因遭受背叛而被折磨千年的我十分感动 见此那刺客挥刀向我们砍来 令我没想到的是 受伤的竟然是那刺客 可就在这时 又一群黑衣人出现了 这明显不是受伤的女佣能够解决的 如果是之前的我 她们根本不会是我的义和之敌 可我不禁惨遭封印 现如今还只是一个孩童 我抓紧了女佣的衣服 但是我眼神中透露着不甘与坚毅 我一定要报仇 就在这时已经有刺客冲了上来 我如曾经的阿斗一般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急忙开始尝试能否召唤曾经的海之力 眼见刺客已经要对女佣出手 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海水的力量 其余几名刺客已经向我冲了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那海水有指向性地淹没了他们的口鼻 看着满地尸体我知道我成功了 那女佣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随即她抱着我痛哭了起来 而我就她也只是因为她并没有弃我而去 而我仿佛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海星味 就在我愣神之时 一股滔天巨浪出现在我们眼前 向我们迎面扑来 这并不是普通的巨浪 而是王维市里面的巨浪 夹杂着一抹对我千年未见的相思之情 停在了距离我们一米处的位置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水花拍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免有些担心考而谈两人 是否会注意到这海水的异动 毕竟现在的我完全不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那女佣看着可爱的我 只是祈祷这些是我的能力 这样我活下来的几率才会更大 此时我的记忆似乎也开始了融合 眼前的这个女佣名叫阿戴 就在我的父母被杀害之前 是她一个人将我救了出来 而现在的我们必须要去到皇帝身边才能活下来 因为我是神域之中的关键之人 既然可以和之前的记忆融合 那么我应该是重生了 不过可能是受到封印的影响 导致我还带有前世的记忆 虽然我现在的身体十分可爱 但是想到报仇这句身体会带来诸多不便 我不由地感到抓狂 不知是因为还是的孩子 或是因为刚才用力过度 我瞬间便昏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似乎已经到了皇宫之中 那女佣见我醒了 一边为我们的劫后余声表示着庆幸 一边诉说着她不是间谍表示着忠心 不过我一代女帝被她抱来抱去不免有些生气 可谁知她更兴奋了 就在这石门外传来了一声皇帝驾到 我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因为我感受到了熟悉的海龙气息 可是这里又不是亚特兰蒂斯 一个金发男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好在他并不是考尔坦 不过他却和考尔坦出奇的相似 同时又对我异常关爱 我重生之后遇到了仇人之子 他不但是个朴姓男 并且还对我撒娇卖忙 此时的我在皇宫之中 那皇帝进来之后 女佣急忙拜见 可那皇帝竟然说着我是最后的祭品 我不免有些好奇 难道是为了再牺牲掉我吗 随后他便询问起了我父母的情况 听着女仆说生死不明 他阴沉着脸 随后一股怒气直冲云霄 而我大概是因为还是个孩子 竟然不自觉地哭了出来 那人随意吩咐着选择良辰 即日悼念我的父母 随后他又看向了我 说着我是治疗龙狂造症的关键所在 我只是感觉他在一直挑衅我 我又不是医生为什么需要我来治疗 而且根据我的记忆 只需要加一些海胆便能解决 为什么要用一个活人来解决呢 看着这个酷似考尔坦的男人 我不免有些抓狂 见我盯着他 他又是挑衅地说道 想知道我是谁吗 据他所说是我母亲的好友 也是这个考尔坦国家的国王 名叫阿格里考尔坦 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竟然用自己的名字 作为国家的名字 那么眼前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考尔坦的后代 如此看来末日最后也被抛弃了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爱情 最终还不是找了其他女人结婚生子 我不免有些气愤 因为当初如果他说想要皇位 我也是可以让出来的 我感叹之际 那考尔坦后人 竟然直接将我举了起来 我脸色大变 我可是一代女帝 是什么人都能抱的吗 而且他还是很大力将我掐住 我这弱小的身躯根本禁受不住 疼得我直接哭了出来 他还为自己辩解道 应该是肚子饿了吧 随后又问道 难道是要换尿布吗 见我不停挥手 竟然以为我喜欢他 为什么会有这种谱性男呢 旁边侍从还为我辩解 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可那阿格里竟然直接一眼瞪了过去 吓得是从急忙下跪求饶 我不由的感觉是个昏君 而他竟然还不断问我不怕他吗 我内心狂叫 你算老几啊 他似乎觉得我很可爱 直接便摸了上来 随后又说到我可以那样吗 就在我疑惑之急 他做出了让我这辈子 都不想回忆的事情 这真的是一个国王做的吗 我被好友背叛后重生 竟然成为了他后人的孩子 并且还要因我自己的诅咒 而被当作忌痞 就在阿格里这个仇人后代 来找我之前 他回忆着我不知道的国王 原来我的母亲便是他的妹妹 而作为皇室的一员 早在一千年前就受到了诅咒 那是来自第一代皇帝 容太子妃含怨死亡后的诅咒 而历代皇太子成年之后 便会遭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 因此皇室只能献上祭品 根据预言 只有等到第一代容太子妃再次出现 并获得原谅才能接触诅咒 而如果不是容太子妃 就只能沦为祭品 所以尽管我的母亲是他的妹妹 她也无能为力 只能无奈痛哭 而现在我被关到了纪武城 如果我不是容太子妃 只能沦为祭品 此时的我正在被阿格里蹂躏 她丝毫不顾我的感受 只因看我十分可爱 抱起来也很是柔软 便这样随意把亡我 还用一些据说 是从书中学到的奇怪姿势 企图逗笑我 只是因为我不笑 便要将作者杀掉 我不由地感叹她是个昏厥 只知道滥用手中的权利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而她做这一切 也仅仅只是为了得我一笑 她沉思一番之后告诉我 如果我笑了之后 会给我的房子翻新 并将给那女仆 赔一些庸人及侍从 不过这些我当然不需要 可是那女仆似乎很是期待 看着她期盼的眼神 我还是决定帮助她 但是看着阿格里此时的神情 我似乎看到了 曾经考尔坦一脸虔诚的 在我面前 尽管如此 我还是酝酿一下之后 一个甜美的笑容浮现了出来 这一笑似乎直击阿格里的内心 旁边的庸人见她如此兴奋 急忙开始拍马屁 就连我就是阿格里女儿 这样的话也说了出来 那阿格里听着侍从吹嘘 也很是受用 随后她拿出了一个 粉色王八送给我 寓意长寿 而我听着侍从的虎狼之词 我真想给她们一个大逼斗 看着那粉色王八 我更是感到可笑 把我囚禁在这祭物城之中 还好意思助我长生 阿格里揉着我的头 此时她的脸色似乎微变 随后便直接离开了 而房门刚刚关上 阿格里直接一个亮墙 似乎一股钻心之痛 传遍她的全身 宛若有恶魔缠绕在她身上 吸食着她的灵魂 她的脸上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不断出汗 旁边的仆人瞬间搀扶上来 准备把她扶回宫中 而她此时脸色一遍说道 你们几个都是叛徒 泄露了她的行踪 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瞬间几条鲜活的人命 便这样没了 她的脸色也逐渐好转 没有丝毫多余的感情 只是淡然地擦拭着脸上的血迹 而屋内的我对这些浑然不知 我本是一代女帝 被好友背叛后重生 竟然成为了她后人的孩子 同时还被人打完 那皇帝阿格里离开之后 女仆便立即开始夸赞我聪明 并说着乐赛阳家族的血脉 果然名不虚传 我知道她一定是因为 受到皇帝嘉奖 才会如此开心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哭了 那昏君一定会第一时间 将她拖出去砍 不过在她的话语中 我也是听到了 我两个哥哥的一些消息 尽管是兄弟 但是我现在还没见过 就带着这样的好奇 我进入了梦乡 我睡着后 似乎感觉有人在触碰我的脸 并且一直有人 在喋喋不休地朝我 其中一人说道 你不要把她玩坏了 另一人则是说 她看过很多 关于孩子的书籍 伴随着嘈杂声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而出现在我面前的 便是两个阳光开朗大南海 我知道他们大概就是 我征仗回来的哥哥 分别是奈塔尼和西贝 其中一人更是和我有着九分相似 他们见我盯着他们 那塔尼不由地好奇 我是否能感受到 他身上强大的气息 而那西贝表示肯定后 他便发现了 我身上天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听到他这么说 我急忙挥舞小手 示意他们是否能感受到 我体内的塔拉莎之力 谁知那两人好似麻瓜一样 竟然以为我是在和他们玩耍 那塔尼仗着自己读过育儿书 还装起来 竟然给西贝解释 我在叫他们哥哥 说着他便开始教我我爸 我自然是一脸嫌弃 刚才装备的他自然是一脸尴尬 不过我也看出来了 我们是珊瑚精灵族的混血 而这珊瑚族 是海中最强的战斗民族 同时由于这珊瑚族量已颇多 因此引来大量人类捕捉 想要奴役他们 我的母亲被暗杀 可能有这个原因 因为害怕珊瑚精灵族不断繁衍 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种族 而我的两个哥哥自然也是 同时他们也十分担心 我们兄妹三人的安全 从两人的谈话之中 我也是知道了一个叫做 信托的组织似乎会对我福利 听着他们的话 我第一次了解到了 有关神域的内容 并且我并不知道 龙太子妃究竟是什么 我急忙开始有所表现示意他们 两人也是对我能听懂 他们的话表示了怀疑 不过也只是一瞬的怀疑 便继续说了起来 而似乎找到海的女儿 并得到原谅是解除诅咒的关键 此时我也渐渐明白 这便是在说我 一个四岁的小孩 竟然不要手中的玩具 而是为了一本书 献出自己的初吻 在这之前 通过他们的谈话 我得知我便是龙太子妃 在我思索之际 直接被我的老六哥哥抓了起来 他先是开心的一笑 随后直接晃了起来 我直接晕了过去 导致后面的谈话 我只大概听到了 我会与皇太子签订契约 别的都没有听清楚 大哥戏被一脸宠密地抱着我 然后便是将我放到了摇篮之中 并且为我盖好了被子 两人看着我突然说道 哪怕粉身碎骨 我们也会保护你 看着他们我不由地感叹 他们也还只是个孩子 他们也会害怕死亡啊 竟然愿意为了我 而不怕牺牲生命 第二天我的傻白甜哥哥 带着一个玩具企图吸引我 而大哥则是在一旁 默默地陪伴着我们 二哥给我起了波波的爱称 还想趁我不注意强吻我 我直接一脚奖励在了他的脸上 他竟然还在一旁 开心地抚摸了起来 忽然我想看看 那许久未见的大海 急忙叫了起来 我撒娇地指向了窗外 他也直接便领会了我的意思 终于我见到了 那千年未见的大海 看着大海我再度陷入了沉思 我回忆起了 曾经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不过一切的一切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不由地越想越起 忽然我发现了 大哥的书名为 《容太子妃》的起源 我便想赶紧了解一下 我找大哥要的时候 他先是一愣 随后便直接递了过来 见我伸手 谁知他竟然直接收了回去 我直接被气冒烟了 见我如此 他竟然直接提出 要我吻他才会给我 我属实没有想到 一向正经的大哥 竟然会提出如此条件 属实有些腹黑 那傻白甜二哥 也是兴奋了起来 不过为了更加了解这段历史 我也只能妥协了 最终我还是一点点贴了过去 青少大哥并且拿到了那本书 而就在我独自看书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吊灯之上 一个四岁的小孩 自己的初吻 终于拿到了这本书 就在我看书之时 头顶吊灯之上 竟然还隐藏着一人 而我前世身为亚特兰蒂斯的女皇 自然是第一时间发现了她 我特意摆出了一副 最放松的状态吸引她 我没想到的是 在她眼中看到的不是猎物 而是可爱的小鼻子 粉嫩嫩的小卷发 还有那软肤肤的小脚丫 见她没有杀意 我便知道是那皇帝 派过来保护我的 不过也可能是监视我 那书中写道 这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考尔坦是亚特兰蒂斯的信徒 而在海底文明因干旱消失后 只有两人逃离了出来 考尔坦利用海龙遗迹 组建了新的国家 而他也获得了诅咒 当时为他结束痛苦的 便是勒塞扬家族的第一任家主 也就是荣太子妃 而下一任荣太子妃 则要与皇太子签订契约 我不由地产生了好奇 究竟是什么契约 那亚特兰蒂斯又为什么会消失呢 因为亚特兰蒂斯的海域 会以十年一个轮回干旱 同时亚特兰蒂斯的人 也会极快适应各种环境 再加上考尔坦的病 种种说辞 就像是人为的一样 并不值得相信 书中记载着荣太子妃 会在十五岁之后觉醒 甚至就连咒语都被清楚地记载 我只感觉自己 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不过这一切也太复杂了 我深感无力 只是片刻便睡了过去 睡梦之中 阿戴尔来到了我的身边 帮我整理之后便离开了 可在他走后 我似乎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当我再次醒来 那声音似乎还在呼唤着我 我应了一声 不过他也只是诉说着自己的痛苦 我不免有些气愤 这让我如何帮你 就在我低头之后 瞬间便发现眼前 竟然有着一个男孩 而他不仅十分吃力 同时似乎浑身有些虚幻 他抬头看向我 是已经泪流满面了 突然他倒了下去 就在我伸出手 想要抓住他时 一道诡异的魔法闪过 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我出生便是天选之子 只是一个喷嚏就能引来天雷威慑众生 单纯威起便让世人沉浮 甚至就连我身边的女佣都不简单 前一日我碰到了一个 能够瞬间消失的男孩 第二天一早 我还在回忆着昨天的那个男孩 女佣阿戴尔进来告诉我 今天要去祭奠我逝去的父母 而他告诉我今天会有很多人来 可能会十分危险 因此要穿上内甲 并且解释到他也穿上了内甲 我不由得对他的身份大胆怀疑 一个普通的女佣 怎么会有这种待遇呢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我还是乖乖穿好了内甲 他穿着一身校服抱着我出席了葬 而考尔坦国家的风俗 也和我的亚特兰蒂斯一样是水葬 随着一位老者的宣布 我父母的遗体也飘向了远方 我平时那没心没肺的二哥都伤心地哭了起来 反倒是大哥虽然难受却没有表现出来 而我前世是海的女儿并没有父母 重生觉醒前世纪以后 父母却已经离开了 我暗暗发誓要为他们复仇 这样想着我不仅潸然泪下 所以我要尽快吸收大海的力量了 忽然似乎有什么被我吸进了鼻子当中 我一个喷嚏便打了出来 可没想到刚才吸收的力量太多 直接引来了一道闪电下的在场中人皆是一惊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还好周围的人只是以为我父母离世连上天也看不下去 而这时他们也开始了对我们的议论 甚至说如果我不是荣太子妃 那么等待我们的僵尸死亡 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对我们恶意如此之大 想到曾经考尔坦告诉我 只要我一笑便可以让众生折服 看着我痛哭流涕的二哥望着议论纷纷的众人 一道灿烂的笑容便浮现在了我的脸上 只是瞬间便引得了在场各位的青睐 就连两个穿着华丽的贵妇也是对我深感喜爱 随后他们便是在我旁边聊起了八卦 那皇帝因为狂躁政便一直没娶 但是那又怎么来的皇太子呢 就在他们说到关键的时候竟然转身离去 我赶紧动用强大力量从而听清内容 原来那皇太子十分虚弱 甚至可能难以继承皇位 我不由地认为昨天的男孩就是皇太子 随后我又听到了在预言中我貌似要嫁给皇太子 可却接着听到他似乎连身边的庸人都杀了 我只是感觉和昨天的男孩判若两人 而两人的年龄似乎也并不一样 于是我决定尝试能不能联系到他 就像昨天他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样 我似乎在与什么建立起了联系 当我睁眼的一瞬间 我看到了他蜷缩在我的身旁 我直接出言询问道 你是我未来的丈夫吗 别人来祭奠我的父母 我却直接扇了他一个大瓜子 就在刚刚 我想要见到一个能凭空出现的男孩 我仅仅只是心中默认 他便再次凭空出现了 我直接问道 你是我未来的丈夫吗 与此同时 皇帝正在更衣 一旁的是从前来汇报我父母葬礼的情况 而邻国世子竟然也来参加葬礼 在那皇帝阿格里眼中 我父母很大概率就是被他们杀害的 因为按照预言 容太子妃的出现会让考尔坦帝国更加强大 因此他下令 只要发现任何线索 就直接斩杀邻国世子 另一边我再次见到受伤的男孩 他依旧在哭泣 面对我的问题他并没有回答 就在我想要继续追问的时候 他因为不想回答便直接消失了 我知道他主动消失我根本找不到他 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询问 这时阿格里走了进来 带着一副官腔说道 接下来将会有一位尊贵的客人 我不由地产生了好奇 立刻要求奶妈抱着我 从而防止会被人挡到 一个似乎只有阿格里一半高的男人出现了 他恭敬地表示着对阿格里的尊敬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 随后阿格里突然轻声说了一句 终于来了 接着又阴阳道 不知道是来哀悼的 还是来确认是否死亡的 我不由得一愣 可那邻国世子却是面不敢色 似乎还带着笑意地说道 我也是个孩子 这种痛苦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随后又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 我开始思考这个人的用意 然后又想着阿格里说话的内容以及态度 看着他那恶心的笑容 大概他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吧 我不自觉地攥紧了手 想着我两世为人唯一的父母就这样没了 我怒火中烧 那邻国世子也是发现了我的一样 而他也开始怀疑我便是那龙太子妃 见他过来 我瞬间便感受到了熟悉的眼神 那是一个令我厌恶之人也有的眼神 我假装开心地扑向他 而他自然不会放弃一个接触龙太子妃的机会 直接便开始挑逗我 见他靠近我便直接黑着脸 举起了手 没有任何犹豫打向了他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惊 这一下可是我融合了海神之力的一击 他直接便摔在了地上 可如此情况又该如何收场 我堂堂龙太子妃 竟然被人偷看到扭屁屁 跳着那蜡笔小星才会的屁屁 就在刚刚 邻国世子来参加我父母的葬礼 我却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他站起身后看着我正要大发雷霆 我随后又是奖励了他一个大瓜子 打完后我只感觉浑身舒畅 只见他片刻间就要发作 还好女佣及时克制住了他 并且是说我不过是个小孩子 同时让他注意身份 此刻 察觉到这里紧张的气氛 我的两个哥哥立即赶来挡在了我的身前 并指责那世子诬陷我 世子自然是不肯承认 好在此时众人的议论声压倒了他 又有谁相信一个婴儿可以有如此成功呢 他也只能忍了下去 我不禁想到 呵 小样 回去再练两年吧 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那皇帝阿格里直呼 开心开心极了 一旁的侍从对我的表现也感到兴奋 就这样三人又一同想起了我的可爱神情 而这次也是先王去世后 阿格里第一次这么开心 在那阿格里眼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与那皇太子的婚事 随后便是继续询问有关我的事情 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说我会偷偷扭屁屁跳舞 那皇帝阿格里急忙吩咐到偷偷记录下来 另一边的我梦到了曾经的我们 我们三人相处的是那么的和谐 可突然却又梦到我被他们关入炼狱之中 我曾无助地伸手企图让他们将我拉出囚笼 可回应我的只是无尽的沉默 我带着泪水挣扎着醒来 直到现在我却仍然怀疑他们的背叛是另有隐情 这时突然出现了几个女婆 我一看便知是那皇帝阿格里安排的 其中一人更是给我带来了可自动操控的婴儿车 我上去之后便直接逃离了他们 找到了离大海最近的地方来恢复能力 可就在这时那熟悉的声音又响起了 自闭男孩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看着他我伸出了手 而他也是对我做出了回应 大概这便是龙族等待千年就熟的开始 我们满寒深情地看着彼此 似乎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当我再次醒来已经是在一张床上了 我不由地怀疑刚刚都只是一场梦 可我瞬间便否定了刚才的猜想 因为一个龙脚男孩就躺在我的身旁 如果你被恋人背叛还会选择相信爱情吗 我穿越前被男友背叛 穿越后却被一个小孩调戏 在这之前我一觉醒来却发现我的身边有着一个男孩 他看上去似乎十分虚弱 我急忙伸手去探查他是否还活着 摸上去的一瞬间 我便是知道了他头上的是海龙之脚 不过皇太子才五岁他并不想 难道是皇帝的私生子 看着这陌生的环境我不由地感到好奇 他如此重病为何周围却没有一人 看着他忽然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席卷全身 不知为何我只是感觉他眉清目秀 让我心跳加索 甚至比我的两个哥哥还要帅 因此我不免有些心疼 急忙开始照顾他 他也是醒了过来 见我就在身旁 他则是一脸警惕 不过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乖巧的小海龙霸 看着他艰难起身 我急忙想书中能够解决的办法 不过他可不老实 一只大手直接将我搂入了他的怀中 我只觉得心跳加速 整个人似乎都有些燥热 我长叹一口气 然后便趴在他的身上 与他进行共鸣来缓解他的疼痛 他的脸色也逐渐好转 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见他闭上了眼 一股疲倦之意席卷全身 想到他如此难受都没有吭声 我不由地怀疑我之前见到的是他的内心 随后便趴在他身上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得很甜美 当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时 听到了一个动人的声音 只见他穿戴整齐的守候在我身旁 我顿时一惊 因为他有着和我前世这个年纪相同强大的力量 但是我可是海的女儿 唯一的区别便是他被大海所厌恶 我将我的力量分给了他一些 这样他便会和大海更加亲近 而他似乎更加舒服 他便询问我是不是龙太子费 并说着我们的共鸣会越来越强 就在他感谢我之时 我的肚子却突然叫了起来 他便是询问我要不要喝牛奶 我大胆无语 可无奈无法表达 只能在内心狂叫 我要吃肉啊 他则是笑着和我说 似乎只要我心中想法强烈 他便可以听到 不过也仅仅只是简短的一些词语 似乎听到屋内声音 便出现了一个侍从 不过那侍从抬头瞬间也是大惊失色 他没想到我竟然也在这 不过那男孩则是一脸冷淡的吩咐 给我准备吃的 侍从走后的瞬间 他便又是一脸和蔼地询问起了我的名字 就在我想着怎么和他表达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我 永远不想和我分开 永远 皇太子竟然不是皇帝亲生的 并和我说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但是我却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 并告诉我他叫做西安 我不由地感叹道 即使没有眼神交流 竟然也能知道我心中所想 不过他并不像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小男孩 他随即便是说着因为皇族生长更快 看着他紫色的眼眸 我忽然感觉他与那皇帝似乎长得一点影像 令我没想到的是 就连这句话也被他通过内心听到了 不过他随即便是解释到 他并不是皇帝的儿子 见此我也不敢再瞎想了 生怕他又听到些什么 不过心里却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幻想与他结婚的场景 想着那美好的场景 我不自觉地抚摸上了他的脸颊 就在这时 直接闯入了两个人 是我的二哥与阿戴尔 我四人瞬间都呆愣在了原地 我那二哥更是夸张地喊他可爱的妹妹去哪了 此时也是进来了一个送餐的女婆 那皇太子瞬间脸色一变 直接质问那女婆为什么放别人进来 那女婆也是赶紧解释并求饶 不过此时我肚子饿了 我便直接打滚了起来 我的傻二哥竟然还以为我生病了 还好西安理解我的意思 他便是放那女婆离开了 随后便是开始亲自为我吃饭 我只是感觉好幸福 就在我们享受着幸福的时光 那傻二哥又出来杀风景了 他们表示想要带我回去 不过回去之后我就好像哑巴 我又怎么愿意回去呢 那皇太子也是直接拒绝了他们 而我看着西安 我知道虽然他表面十分坚强 可其实他连站着都很吃力 不过他依然能对我十分温柔 没有一丝负面情绪 接下来的几天 他便是抱着我在皇宫内玩耍 一些下人也开始对我们议论纷纷 就连我都听到了 但是西安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可就在他们开始说我的时候 西安瞬间便怒了 直接便让人拖出去砍了 随后我们便坐车离开了 闲聊中西安突然说道 尽管我们年龄相仿 但是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大感震惊 是在说我还是在说他自己呢 难道我的秘密被发现了 我有着一个呆瓜男友 我和他说城门篓子 他却和我说我握头子 在这之前他还和我的哥哥吵了一架 随后他便带我来到了皇宫之中 而后我的两个哥哥便无礼地突然闯入 众人皆是一惊 毕竟这可是皇家宴会 竟然有人闯入并且敢当众质问皇太子 连我也开始担心我的两个哥哥了 不过他们毫无拘异 因为他们为了我甘愿放弃生命 我急忙叫出声 示意他们我没事 见此 我的两个哥哥立即收敛了 并急忙向皇帝阿格里表达歉意 他们对皇太子将我带走表示不满 同时说我的所有事情他们也要第一时间了解 两人虽然恭敬 但是对皇太子的警告一于言表 那皇太子自然是一脸傲娇 不过我则是通过共鸣告诉他 我觉得哥哥说的对 他便立即不好意思起来 还好阿格里打起了援场 才避免了尴尬 我的哥哥还是很关心我的 他随后便开始对其他人询问 我作为龙太子妃是否会有生命威胁 听着这些话 那皇太子西安脸色也变得不好了 而我也是一脸紧张 不过我还是希望没有事 然后我就和西安去旅游 一位大臣解释说只有去那皇家书库才能了解 这了解当年发生什么的机会 我自然是不会放过 但是无论我怎么表示 没有一人能理解我的意思 就连西安也是不能理解 我也只能是放弃挣扎 那西安却是一脸激动地和我说着情话 我甚至有想抽他的冲动 随后那皇帝便是宠爱地揉了揉我的头 告诉我可以去住太子妃的宫殿了 才一进屋便看到卧室墙壁都是用水晶装饰 我很是满意 随后便是试一件内数以百计的漂亮衣服 卧室内听取袜声一片 就连仆人也是纷纷震惊 这时我的两个哥哥进来了 二哥兴奋地冲向了我 随后拿过了一个礼盒 里面是妈妈的遗物 我一眼便看出这是幸运时 突然阿戴尔浑身一颤 说着这是那天我们在河边逃亡时丢掉的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又是怎么出现在我哥哥手中 难道杀我的人另有隐情 我被追杀时丢掉的手链 竟然被我哥哥再度送回到我的手上 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再或者是暗杀我的人也来到了这京城之中 那和我一同遇刺的女佣 也是解释着当时的情形 她解释着由于刺客的轮番进攻 导致手串滑落 而我也是若有所思 当时我还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女佣竟能抵挡住刺客的进攻 现在看来是这手串的功劳了 不过还好我及时清醒过来 要不没有了手串的阿戴尔 一定是不能带我逃走的 我的二哥急忙表示会去调查这件事 随后便和我玩了起来 此时的手串也突然闪烁 我猜想大概当时是她给了母亲预感 才得以让阿戴尔成功带我逃走 这时一声尖叫想撤宫殿 不过只是女佣摔在地上打碎了盘子 没想到就连这么小的事情 手串都能提前预知 不过没有大事发生 我也是安心下来 这时大哥说着我成为龙太子妃的派对 将会在两周后举行 由于我还不会说话 那时候大哥会作为主持人参加 说完后便要带二哥离开 我的二哥自然是一脸的不舍 随后就又开始对我犯伤 接着他也是感谢着我 因为我成为了龙太子妃 才避免了我们成为祭品的情况发生 他在亲吻我过后也是得偿所愿 便随着大哥一起离开了 没了二哥后的太子妃宫殿 恢复了以往的季节 两周后随着侍女们的感叹 我也是完成了今日穿搭 由于宴会只能带一个侍女 其他三位便纷纷表示着 不能参加派对的遗憾 随后阿戴尔便带着我和三位告别了 伴随着悠闲的乐曲走在楼梯之中 随后便看见了西安 而他似乎已经等候多时 我只感觉他真的帅爆了 我急忙事意想要进入他的怀抱 西安也是喜闻乐见 两周未见的我们自然是欣喜若狂 他一边说着自己的近况 然后一边带我走向了派对之中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再次等候 我坚信和西安一起 无论派对中有怎样的闹剧都可以平息 我只是因为长相可爱就遭受言语攻击 就在刚刚西安抱着我走在派对之中 其中不乏有女生对我发出赞扬 可却有人说着我种种坏话 我气愤地伸出手表示着反抗 可是西安与阿戴尔却丝毫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不过为了避免尴尬 阿戴尔急忙说着把我交给他 他嘴上说着带我出去透气 实际则是非常懂我的 将我放在了我的自动婴儿车上 而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进入皇家书库之中了 西安还喊着让我注意不要摔倒 谁会在婴儿车上摔倒呢 此时的我来到了那几个臭嘴人的旁边 可他们不光说我 竟然还议论我去世的母亲 我便控制他杯中的酒水朝他泼去 他们还在诉说着刚刚的怪事 我则是一脸坏笑 虽然还是对他们议论母亲难以释怀 但还是光速逃离现场 可我才刚刚离开宴会 正在寻找着哪个门后是皇家书库 便遇到了一个暴躁男 看他的妆容似乎是一个魔法师 而他也发现我便是龙太子妃 在他愣神之际我便跑了进去 里面有着许多文件 而这些便是远古亚特兰蒂斯的咒术 暴躁男生怕我会弄乱 但是他又不敢上前劝阻 我只是随意看了一眼 便发现了其中的错误 示意他过来 用手给他比划着 他竟然直接便读懂了我的身影 他先是对我能理解表示着惊讶 随后又直接跪在地上 突然抓住我的双手 不断祈求着我能收他为徒 他的一系列行为虽然吓到了我 但是我明白这是符咒师的执念 沉思过后 我决定让众人知道我的天赋 这样我进入皇家书库的机会就更大了 而他看到我笑了便是认为我同意了 在他期望的眼神下 我直接哭了起来 在他震惊的瞬间 房门便被踹开了 我甚至怀疑他们三个一直在门外 暴躁男便是得到了三人爱的抚摸 而他们三人也是难得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而我其实本是为了吸引众人过来展现天赋 可没想到让这个傻小子糟了样 在我的事意下 暴躁男直接端来了一杯水 我只是一挥手 水便从杯中飞了出来 在众人的目光下我展现了天赋 而西安直接就吩咐叫马塔主过来 我只是把水泼在空中 便能获得皇家重视 随后我和皇帝等人便坐在了一起 我幻想着用解读远古文明 从而换取进入皇家书库的机会 而眼前这两人分别是马塔主和大贤者 那暴躁红毛还在感叹着我的天赋 可那两位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不过为了皇帝的面子 还是打开了一幅远古记载的卷轴 我只是一眼便看出这是巨人族的烹饪方法 随后我直接小手一挥 接着水便在空中形成一串文字 他们结实一惊 然后又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沉思片刻 再次用水告诉他们我从出生便了解这些 接着我便是表示要进入皇家书库之中 可那皇帝阿格里却是拒绝了我 只是因为担心我如此天才泄露出去会遭到暗杀 我不免有些气愤 但是两位老年工作狂却是对我很感兴趣 甚至两人愿意工作一生只为等我长大 随后他们便开始了和皇帝阿格里的兑现 他们似乎对皇室并不是完全服从 就在他们走后 西安便被皇帝叫了出来 原来西安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 阿格里也是让西安叫着他叔叔 说着这皇位迟早是西安的 似乎是为了让西安先解决狂造症才会如此 通过他们的谈话我也是得知 他们想利用贤者与那马塔主来发动战争 以此来获得胜利 我不由地想到虽然他们是考尔坦的后人 但是他们的痛苦我也是感到心疼 可还是孩子的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也是两岁多了 重生后的女弟虽然可爱 却也是一个小邋遢鬼 而阿格尔也是直接指了出来 随后便直接去拿了新的衣服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我询问了先皇死因 以此来缓和气氛罢了 就在我思索是否犯了错误 他走了过来 并告诉我以后不要再诉说先皇之事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痛苦回应 我实在没有想到竟然对阿戴尔也如此重要 他和我说着先皇和我的母亲叫姐姐 说着说着他便潸然泪下 见此我也不好再多问 只能伸手安慰着他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说着他来冒昧地转达一下吧 轻了轻嗓子 说到先皇阿格尔曾经对我母亲说 无论谁天生拥有海龙之力都是不正常的 也会和我产生一些情谊 希望我可以不要拒绝 而阿戴尔此时就像我的母亲一般 劝说着我为了百姓需要和西安成为一家人 听着他的诉说 仿佛母亲就在我的身旁 而我似乎也知道母亲是个怎样的人了 他有大爱 比起自己他更关心百姓 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很好 见此阿戴尔十分高兴 可大哥却说和那家伙成为家人太可怕了 几天后 西安也是来和我约会 就在我吃完一口后 神情大变 太酸了 西安却是一脸淡定 他温情地叫着我拨拨 随后说要送我一个礼物 只见他拿出一个精致盒子 我满怀期待地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颗宝石 不过我却没有一点欣喜之色 因为这是用水之精灵的鲜血炼制而成 西安开心地说着可以让其认主 不过前世的我身为海的女儿 并不需要在水里呼吸的能力 而他们被封印在这宝石之中的痛苦 我却是深有体会 我尝试着与其沟通 并暗暗下定决心 如果找到封印之人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我希望能与这宝石之内产生联系 我白天还在和男友约会 晚上竟直接和别人私奔 就在刚刚和西安约会时 他送给了我一个宝石 我询问着西安从哪里得到的宝石 因为这是一个双生宝石 他回答说在拍卖场买的 并邀请我一同前往 他激动地告诉我这是全国首席拍卖场 我们便是一拍即合 我内心暗下决心要找到另一半 此时西安看着我满是宠面 他不知道的是所谓的双生宝石 只是一个谎言 而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相同材质的宝石 从而解救被封印的海铃 此时西安为了掩饰皇家身份 特地乔装打扮了一番 我竟是一时没有认出他 没想到他竟是偷偷和我跑出来 他真的太爱我了 我看着西安痴情的样子 便决定给他买一个礼物 因为我现在是拥有空白支票的小富婆 我们在深夜抵达 望着窗外来往的人群 西安叮嘱我一定要抓紧他的手 我疯狂地点着头 在偌大的拍卖场中 西安竟是为我准备了望远镜 还贴心地帮我举着 而我也是看中了其中第九件拍卖品 随后便悄悄地告诉了西安 他竟是让我睡觉 接着解释道 第九件拍卖品需要等很久 此时我也是感受到了困意 我直接秒睡 随着拍卖员喊出第九件拍卖品 我瞬间惊醒 急忙看向场中 此时场中众人纷纷加价 其中有人瞬间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急忙告诉西安 他是那个渐渐男孩的部下 西安的脸瞬间便阴沉了下来 我略微思索 我们两人本是只想加一块钱逗逗他 没想到却是轻松拿下 那渐渐地部下直接愤然离场 突然我浑身一颤 我竟然发现了那颗同志宝石 我不由地感叹着我的好运 这颗宝石我实在必得 与此同时那个男人正在门外来回夺步 他害怕这次失败会受到惩罚 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随后便对我们产生了杀意 我随意买的宝石里面竟然有两只精灵 只因我在拍卖场获得宝石 便引来人想要对我痛下杀手 不过还好有王室侍卫暗中保护 回去之后我开心地对拍卖得来的宝石念咒语 不出所料宝石在原地震动 我期待着海灵被解救出来 突然间两只扑棱着大眼睛的海灵疼越而出 我对失咒效果感到十分满意 但马上我就因念咒语耗费太多精力而趴倒在地上 此时两只海灵在我身后关切地询问我的状况 我振作精神并向他们询问我被封印的隐情 其中一只海灵游到了我的手掌 并对我解释我身上的封印并不是邪恶的 而是能够复活的封印 我听后感到疑惑极了 海灵继续解释是封印保护了我能存活至今 我对海灵的言论表示怀疑 海灵耐心回答这是一个能在预定时间复活的魔法 我沉思着虽然觉得大海的生物不会说谎 但还是戳着海灵责怪他撒谎 因为考尔坦和末日确实背叛了我 我回想起他们违背了对我许下的誓言 便拼命摇头不愿相信 我坐在地上哭着埋怨他们不禁我同意便把我封印 过了一会我的憨憨二哥来找我 他热切地询问我的近况 我也因为太久没见二哥感到兴奋不已 二哥也因为我的热情高兴地想抱着我转圈圈 他用脑袋蹭着我的脑袋说他舍不得离开 我询问他要去哪里 憨憨二哥温柔地解释说 每个贵族家都要派一个儿子去基地 我嘟囔着发泄心中的不满 二哥见状让我放心 并说他会沿着前人的航线走 可我还是不放心地跑向了我的枕头 并且递给二哥了一颗宝石 憨憨二哥见识我给他的礼物 开心地都要昏过去了 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 我叮嘱他一定要随身携带 他也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还是不放心地看着他 并向他伸手要抱抱 他一下子把我举过头顶 我把脑袋靠在憨憨哥哥的胸膛 并威胁要是受伤了我可饶不了他 他答应我一定不会有事 可我却还是心神不明 几天后皇帝约我十点见面 可他却是一直不出现 突然侍女摔了进来 随后另一名侍女进来 和我解释说皇帝的侍卫前来 看着他恭敬地问好 我本是有些气愤地想看他如何辩解 没想到却是告诉我西安身体有样 我顿时如遭雷击 重生前我被男友背叛 现在我的男友却是重病难治 西安的侍从前来禀报西安的病又发作了 我听后急忙让他抱我前去照顾西安 侍从担心地提醒我这次西安发病的状况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 我原本紧张的心现在更是就做了一团 西安这次甚至把大半个宫殿都毁了 我听到这个情况直接愣了 就在我们终于赶到西安的寝宫时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直接朝西安扑去 此时的西安却是静静地端坐着欢迎我 我关切地拉住他的手问他还好吗 见他不回答我使劲地摇着他的手 甚至拍打着他的胸脯命令他赶快好起来 可西安的病情似乎并没有好转 我不明白刚刚明明已经产生了共鸣 为什么没能治愈他 下一秒他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我拼命想着医治西安的办法 手也忍不住摸了上去 就在这一瞬间我发现西安的病情突然有了好转 于是我改用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我嫌治愈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便直接一口亲了上去 我前后左右来回地亲着他西安 则是脸红的一动不动 几下之后西安竟然被我的轻轻治愈了 他虽然有点虚弱 但还是温柔地和我说了谢谢 并且说我是他的幸运与幸福之神 我们挨坐在一起 突然我抬头看向他 并且握住了他的手 深情地说要成为西安的家人 西安愣住了 然后红着脸说他一直就这么希望 当我再次来看望西安时 皇帝却喝着茶漫悠悠地和我说西安已经睡着了 我生气地责怪他怎么不让我早点来 无论皇帝如何哄我我都无法消气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并朝皇帝坏笑 我对他说只要用金钱赔偿我在这里等待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向他伸手索要金条 并且要求一秒钟赔偿一百元 皇帝显然被我这种敲竹杠的行为震惊了 而我此时却装起了柔弱 还时不时地假装抹着眼泪 他拿我没办法只好承诺给我代理 我一听有礼物眼睛都发光了 他说可以送我一只船 这个船被施了不会沉船的魔法 我询问他这只船的价值 他回答大约有一箱金条 我摊开双手让他现在就给我 可他却不肯 我便又开始闹脾气 他便也是无奈着同意了 我期待着能够立即坐着船游玩 西安醒来后我已经离去 他独自一人坐在窗边 想着这次故意失控暴走 也不全是坏事 起码他可以完全地占有我 他想起儿世母亲说 他总有一天也会拥有 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就觉得拥有我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并且我只能是属于他的 任何人都休想将我 从他身边夺走 只因我为嫁良人 便成为了一代恶女 几天后便到了 哥哥离去的日子 伴随着众多魔法师的施法 此时大哥牵着我的手 站在人群中 二哥也是注意到了我们 要不要亲他一下 面对撒娇的哥哥 我无奈地让他靠近我一点 傻哥哥有嘴滑舌地问 因为想仔细看帅哥吗 我无视他的玩笑 自顾自地靠近他 我把额头缓缓和哥哥贴在一起 用尽全力为他视乎深重 还附赠他了一个吻 哥哥瞬间开心地心花怒放 喜极而泣地紧紧抱住了我 此时大哥在一旁 叮嘱二哥一切小心 二哥也是满嘴答应了下来 随后便和我们说了后会有期 大哥抱着我眼底 却满是担忧 一想到我得一年以后 才能见到我的傻二哥 我的眼泪水都要掉出来了 大哥见我伤心便紧紧地抱住我 温柔地和我说哭出来也没事 我瞬间就破防了 在他怀里埋头大哭 时间一眨眼过去了五年 我正站在窗边沉思 突然察觉背后有暗器飞来 我眼急手快地捏住了毒针 可他们却迟迟不敢现身 他们不知道的是 随着我年岁的增长 我已经能越来越熟练地 运用大海的力量 我用海之锁链 将歹徒们捆绑住 并问他们是谁派他们来的 其中一人更是被我打得鼻青脸肿 另外二人则是不停地对我道歉 我因为没有听到我想要的答案 便将锁链收得更紧 随后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问他们怎么了 三人被我吓得屁滚尿流 止不住地磕头 此时我贴心地告诉他们 来刺杀我不是他们的错 只要愿意说是谁派他们来的 就可以免罪 三人动摇了 我一脸纯真设法 令他们相信我说的话 随后便笑着威胁 他们如果不说的话 就会被押入地牢 第二天早晨 我还在房间里磨叽 猛地发现锡安马上就要到了 要是被锡安知道 我私自处理了暗杀者 一定会怪我的 情急之下我只能装睡 锡安进来后拍了拍我的背影 却看出我在装睡 他温柔地问到 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怕他怪我擅作主张 便没有说实话 锡安却又黑化了 觉得我不信任他 而我此时毫不知情 并且快速转移了话题 锡安说他一会要去开大会 我一听便愣住了 因为那是关于失踪人员的会议 锡安不安地说 今天就会有结果 而我的哥哥已经失踪五年了 只因我的年龄增长 便从罗莉成为了恶女 这一切便是因为二哥的失踪 我焦急地等待二哥平安的消息 锡安却告诉我 由于贵族的阻挠搜就 一直无法全面开展 我心中怨恨这些贵族 愤怒地问到 难道这些贵族 就不担心自己被送去东迅的儿子吗 锡安解释 因为被送去的 都是家中没有地位的孩子 我因此更加厌恶这些贵族 锡安见我情绪很差 便转移话题 问我要不要吃早饭 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 我却毫无食欲 我愤怒地攥着叉子 下一秒居然把他掰断了 一旁的锡安被我的大力惊讶住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他却立即安慰我 说幸好我没有受伤 于是锡安便用自己的叉子 为我吃饭 我心中盘算 只要有海洋巨人族的帮助 就能找到哥哥了 我询问锡安能否带我 进入秘密书库 查找巨人族的消息 他却开玩笑说 必须先当上他的皇后才行 被锡安拒绝得 我气鼓鼓地嘟着嘴 那间秘密书库悬挂着 就连我也破解不了的强大咒术 见我生气锡安解释 因为怕贵族指责我影响皇室 我突然心生一计 只要我立下大功贵族 就不敢说什么 锡安薅着我的头发 夸我真聪明 我便要求他 带我去听大会 看看有什么事我能做的 锡安宠密地答应着我 我来到了 关押三个刺客的地牢 只见他们三人瑟瑟发抖 一见到我就拼命叫唤 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我居然提出 让他们成为我的侍头 刺客们听后不敢置信 我还得意地告诉他们 有无险六金 甚至还有危险补贴 但随后我便腹黑地威胁 他们如果敢背叛 我就把他们喂杀了 三个刺客听后 纷纷跪倒在地围 我马首是瞻 我突然轻声问 他们是半月派他们来杀我的吗 那个全国最神秘的暗杀组织 我想要是能捕获这个组织 一定算是立大功了 于是我便下达了 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那就是带我去找半月组织 清晨我和三人乔装打扮 来到了一家打铁店 老板见我是小孩 便阻挠我进入 三人则用剑堵住了老板的嘴 没想到我这三个手下 暗杀步行打架 还是很在行的 我打开了这家店的后门 面前俨然站着一群硬汉 我礼貌地请教 他们是否知道半月的消息 没想到却引来了他们的嘲讽 我笑里藏刀地对他们施了魔法 一瞬间背后的石油就翻涌而出 壮汉们纷纷窒息倒地 我狠狠揪住其中一个人的头发 阴森森地问他知道半月的事情吗 一个看似娇弱的花季少女 竟是将一群壮汉打翻在地 我愤怒地将这个侮辱我的人扔在地上 据这个男人所说 半月必须通过介绍所来拯救刺客 但就连介绍所也不知道半月的真实面目 他们乔装成路人在路上街头 这么看来想找到他们是件困难的事 要是能捕捉到他们街头的瞬间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价值了便转身离去 而另一边大会即将开始 所有贵族都受邀参加 他们讨论着我的身份 有的人认为我并不能够治好太子的狂盗者 还有的人则认为应当再观察一段时间 甚至有人说我没有家教 就在这时一个沉稳的声音 要求那些诽谤我的人再说一遍 只见我的大哥信不而来不怒自危 那些贵族见了都不敢再多嘴了 大哥鄙夷地对那些贵族说 如果怀疑我就把能治好太子的人找来 绿男却不以为一反而挖苦大哥没了弟弟 大哥对这人的无底线发言感到怒不可恶 全场却没人为他说话 突然全场安静了下来 宝座上渐渐显现出皇帝和太子西安的形象 无论看几次还是让在座的贵族惊呆 只听皇帝庄严地宣布大会开始 与此同时另一边侍女带我去海边散步 可她却一头栽进了沙子里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当上侍女的 心烦意乱之于我用魔法将海水泼到自己身上 侍女见状焦急地将我抱走怕我生病 走时承诺明天再带我来玩 回宫时刚好碰到了结束会议的皇帝和西安 西安笑着让我去洗澡准备听好消息 我听后激动不已 蹦蹦跳跳地准备迎接这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我探险途中竟是获得海灵认可 而在探险之前的午餐之时 期待好消息的我此刻也是胃口大 西安则是一脸宠密地看着我大快朵 用餐完毕我期待地问她好消息究竟是什么 西安却用手擦去我脸上粘到的酱汁 我催促她赶快告诉我 西安这才和我说是找到了巨人族的踪迹 我听后激动万分 兴奋地大叫着 早在亚特兰蒂斯时期 巨人一族由于拥有着长达五百年的寿命 因此对繁衍后代的想法很低 导致了如今的灭绝 西安补充到皇室还发现了刻满神秘文字的始祖 这对了解巨人族的秘密意义重大 就连大哥也产生了兴趣 我无奈地看着他们他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思考着巨人族的遗产想必是价值连城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商机 那就是搜集巨人族留下来的珍宝 我兴奋地向西安毛遂自建希望能去遗址勘察 西安当然是同意了 我自信地想着没有比我更好的翻译员了 实际上我心里则是打着收集宝物的小算盘 只要赚足了钱 就能够派出第三次搜救船去找哥哥 时间来到了几天后 宫殿前停放着一列能日行千里的马车 我兴奋地想要立即跳上马车 但令我不满的是他们不允许我下马车逛街 因为西安担心离开皇宫我会被刺客盯上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生气到 西安看着地图说巨人族遗址风高浪险 对刺客来说很方便 我也不免地开始担心 就在这时我的两只海铃飞了出来并说会保护我 我便也放下心来 由于西安需要看守皇宫便不能与我同行 随后又开始不放心起来 像个老父亲一样在我耳边叨叨地没完 我心想我也不至于这么调皮吧 眨眼间马车就到了目的地 我被一路上的美景惊呆了 心想这里一定有很多宝 要是能拿个五六件不就发财了吗 巨人族的遗址看上去十分壮观 我们不免为其赞叹不已 此时皇帝正在此处了解巨人柱的翻译进度 大臣骄傲的汇报称已经破译了一根石柱 我心想才一根这效率也太低了 甚至还有这么多人一起工作 皇帝命他把翻译结果拿来 忽然一瞥眼就看见了在一旁的我 却转身离开了 皇帝似乎觉得我会跟着他 但他错了 我哼着欢乐的小曲 雄心勃勃地就要开始寻找宝物 我吩咐侍女们一起找 至此盗墓小分队就成立了 我拥有世间仅剩的两只海铃作为神宠 而他们也是拥有寻宝的能力 此时我的两只海铃现身帮我寻找 在他们的指引向我飞速击走着 突然我们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厢 明明是第一次来 我却觉得这里很熟悉 见我停下脚步 侍女问我怎么了我并没有理会 突然我想起来了 在我还是海洋之王的时候 我和末日威福斯访过这里 我说要来巨人族的市场上逛街 当时的末日对我关怀被指 我突然借口说要去散步 便同她说了再见 但现在的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当时要买什么 我想起在一众巨人族的物品中 防御工具最受欢迎 只要能弄来几件就发财了 我便抓了抓侍女的衣角 要求她带我去里面逛逛 可侍女却担心里面不安全而犹豫着 我承诺没关系的便要拖着他们进去 我催促他们赶快跟上我 却被一个陌生的声音叫住了 两个少年模样的人 警告我这里不能进去 会被人阻挠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于是我便开始假哭 装得一副柔弱模样 试图对他们使用美人剂 两人被我这波操作雷到了 侍女则为我开路 并介绍着我的身份 两人听后便客气地朝我们道歉 我好奇他们态度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大 可谁知他们此刻正因为 见到了我的真容而感到荣幸不已 我们进入后便被室内巨大的陈设惊讶住 胆小的侍女连走路都捏手捏脚的 我告诉她不用害怕不会受伤 她这才放心了 突然两只海灵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他们迅速地飞向空中 试图找到什么却失败了 我失望地咬着嘴唇 海灵是一种能吞下任何物体的生命 但如果连他们都找不到宝物 那我又该去哪里呢 就在这时侍女突然喊着我的名字 并称她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 我们朝通道看去这似乎不是通道 而是这里的入口 我对这家店的入口位置感到十分奇怪 突然那个向来呆呆的侍女士族掉了下去 但见她慢慢爬了上来 阿代尔也松了一口气 可这个洞一旦掉进去一定会伤得很重 我眼中闪过了一丝狐疑 看着安然无恙正在谈笑风生的呆呆侍女 我突然感到一阵害怕 镜片后的她究竟是谁 我拥有世间唯一的寻宝灵床 他们带我找到了巨人族的宝藏 而我却只拿起了一个木质戒指 在寻到宝藏之前 我的侍女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之中 我跪在洞边向下望去怀疑是自己判断错了 但这样的深度一般人掉下去一定会受重伤 可她却安然无恙地上来了 这个一向貌貌湿湿的侍女怎会如此 但我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 便领着他们离开了 出去后我询问这里的侍卫希望能找到宝物 但我们却始终没有发现宝物的踪迹 我气急败坏地要求海灵给点力帮我找找 下一秒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寻找 我来到了一处门窗紧闭的地方 心想这里一定就是藏匿宝藏的地方了 于是我把海灵呼唤出来 让他们帮我看看这里有没有宝物 一旁的侍女却说这里没有侍卫把守 十分奇怪 侍卫回答道因为这里绝对进不去 所以不用守着 我心想这下吻了宝物一定在这 我端向着这扇门思考如何才能进去 于是我转身希望能找到其他的入宝物 果然被我找到了 这个门看上去废弃了很久 于是我手指一转 用魔法将这里打扫了一番 这门就想进去 可门却无论如何也推不动 似乎是被下了咒术 我便只好用魔法打败魔法 一听一阵响声过后 大门上浮现了一行字上面写着 只有胜利者才能打开这扇门 我感到十分疑惑不解 难道是要我摧毁这栋建筑吗 这时海灵出来告诉我们已经被激活 只要用更强大的魔法破解就行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和这个门死磕到底 我转身拜托阿代尔在我试法室 防止任何人靠近我 阿代尔听后先是震惊 挥舞双手释放强大咒语 侍卫都被我强大的魔力吓得目瞪口呆 轰得一声门开了 我则得意地插腰坐享胜利果实 接着我命阿代尔和我一同进去 刚一进去我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果然这里全都是巨人族的遗产 我把玩着巨人族的宝物 巨人族也喜欢制作一些美丽废物 这些金银财宝任何一件都价值不菲 我蹲在地上想着马上就能筹钱派遣搜舟船找哥哥 突然身后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 我回头看去 皇帝俨然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拥有世上独一无二的寻宝海灵 并通过他们找到了大量宝藏 可这时皇帝等人却出现让我交出宝藏 我便坐在地上开始耍起了无赖 大哥则是冷静地看着我表演 皇帝则是惊讶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古董 我更正道是宝物不是古董 皇帝显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便向他们夸耀这些都是自己找到的联盟也是我开的 我满怀期待地让皇帝把这些东西都给我 可皇帝却犹豫了 见他不愿意我便威胁他要把门关上 皇帝背后的翻译家们都吓得惊慌失措 旁边的大臣也不愿意把宝物都给我 皇帝却轻声答应了我 我听后喜出望外难以置信 皇帝则是赞赏着我找到宝物是大功劳 我想应该是我的威胁起作用了 可这个命令遭到了那些翻译家们的反对 皇帝被他们吵得头痛欲裂 给了那个多嘴的一个大鼻嘟后便背过身去 斜眼瞪着那些人指责他们来了这么久却毫无发现 这些翻译家们瞬间哑口无言 大臣的脸色此时也是尴尬极了 我也觉得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大臣随后便是开始鞠躬道歉 我感觉到这里的气氛实在是尴尬 便提出只要我翻译完了十根石柱宝物就全归我 这个提稿的那些翻译家很没面子 我却轻蔑一笑说这是最简单的事了 随后这两个翻译家便开始讲悄悄话 结束后突然就对我恭恭敬敬敬 另外的翻译家则是对我的天赋极度的牙痒痒 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便命海铃赶紧吞下更多宝物带走 我暗暗盘算着这次一定能赚大钱 第二天 闲者爷爷也来到了巨人族遗址 我热情地和爷爷打着招呼 爷爷还亲切地喊着我的笑 我被他抱在手臂上打去 他脸上皱纹又多了 他则老玩同事的回答是因为太久没见我 可我一想到爷爷只能在活50年就伤心 爷爷对此并不敢伤 还十分有拼近地要开展工作 我向爷爷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此时那两个假惺惺的翻译官开始焦虑工作又要被抢了 我撇见抄写在本子上的古文字告诉他们这是句脏话 他们这才幡然醒悟并且觉得十分丢脸 我问他们这下心服口服了吗 他们则是立即变了脸夸奖起我来 我暗自为那些宝物成为我的囊中之物而高兴 阿戴尔此时突然回头看天 告知我一会可能会下雨 闲者爷爷告诉我下雨很难解读石柱上的文字 我便跟着侍女离开了石柱 我独自一人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出神 想起前世和末日来逛街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拿着从集市上买来的东西要送给他 他回答说很喜欢 想起这些往事我不禁又露出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神色 突然一件外套盖在了我的头上为我遮雨 为什么是他 遭受前男友背叛后我再度重生 如今的我有了新的男友 却碰到了一个与前男友神似的男孩 此时我正望着和勾引我前男友长的神似的男人 并奇怪他为什么今天主动与我搭话 随后我傲娇地感谢了他的好意 他却顺势蹲了下来询问我最近雇佣侍从的事情 我回答是为了寻找二哥 皇帝让我放心 并承诺一定会派出第三次搜救 我从兜里掏出完好无损的魔法凶针 并说二哥一定没死 皇帝说难怪二哥的胸口莫名其妙地也带着一个 转头沉重地说二哥一行人是突然间蒸发般地消失 此刻我的心也是就做了一团 突然我想到海底似乎还没有搜救过 我激动地问皇帝 可他却说没有搜救是因为人类无法在海底呼吸 一旦沉船绝无生还的可能 他摸着我的头让我放心因为没有表明沉船的证据 我却仍然忧心忡忡 此时侍从向大臣秘密禀报了一件事 大臣听后对皇帝说红衣主教道 皇帝听后起身便要离去 我提醒他他的外套还在这里 皇帝则摸着我的头夸奖我乖巧 并邀请我一起去迎接红衣主教 帐篷外下着小雨 我紧紧跟在皇帝身后 我听到了身旁逐渐靠近的脚步声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红衣主教竟然是个小男孩 我躲在皇帝身后观察觉得他长得很像末日 哥哥向我介绍着他 红衣主教虽然年纪小 却拥有改变天气的能力 果然一会雨就停了皇帝 就让人开始翻译工作 这时红衣主教凑近和我搭话 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阿里 还要和我分享食物 我震惊于他的言行举止 竟和末日一模一样 下一秒却被人抱起 皇帝莫名其妙地将我带走 似乎是不愿让我与阿里接触 此刻阿里则是微笑着站在原地 皇帝抱着我让红衣主教退下 可红衣主教似乎不愿意马上离开 我在皇帝背上耍脾气让他放我下来 皇帝还嘱咐我不要离他太近 我嫌他烦人便冲他离去的背影吐舌头 这时红衣主教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询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表情冷淡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突然心生意气让阿里跟着我一块走 于是阿里就成为了我的根屁虫 但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 每次我都要花好大功夫才能找到他 他解释说是在熟悉这里的路 为了补偿我 他为我施了扫除疲劳的咒术 我果然感到精神抖擞 由于崇拜他的这个能力 我提出想和他做朋友 可阿里却红了脸 害羞地捂着嘴同意了 田狗前男友和腹黑线男友究竟该如何选择 酷似前男友的阿里成为了我的根屁虫 他似乎很开心能和我成为朋友 我问他经常这样帮人解除疲劳吗 他说这是有体制决定的 皇族甚至会产生排斥反应 我陷入了沉思 像西安一样拥有了海龙的强大力量 便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 想到这里我又怨恨起考尔塔来 可阿里此时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还想继续追问他 他却说要离开了 他望着神殿的方向说不能离开太久 并且承诺我有需要的时候随时都能找他 我谢过他的好意 随后带他一起回到大殿 夜晚时分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聊天 我也是享受着这份温暖 突然我有了心电感应 我静下心来便感受到心跳都加快了 我飞奔回帐篷 发现果然是他 西安的形象出现在了帐篷中 我至今仍然惊奇于皇族的这种出现方式 西安坐下来询问我的近况 我兴奋地告诉他我交了一个新朋友 西安听后脸色闪过一丝阴痕 我却丝毫没有注意继续和他分享着 他笑着点头说期待见到这位新朋友 我紧接着关心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西安有没有发病 他温柔地说之前我的照顾让他好了很多 我听后不好意思地谦虚极了 看着西安我想起他受的诅咒 都是因为考尔坦心里就难受 这时帐篷外传来的叫喊声 我应声而去发现是阿戴尔和哥哥 阿戴尔害怕地告诉我石柱那里出现了一样 我站在原地对此感到奇怪 哥哥看到了西安并请他一起前去 我们四人来到了石柱旁 只见众多侍从拿着火把也是一头雾水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众人的眼睛被迷雾熏得睁不开 这时我自告奋勇地前去开灯 我召唤出海灵来请他们帮我调查真相 海灵告诉我是暗杀者来了 我心下一惊 突然阿戴尔和哥哥挡在了我的身前 我感动地愣在原地 此时海灵告诉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石柱附近也是恢复了宁静 只有那个憨憨侍女还在大叫着害怕 我拉着哥哥赶紧去事故发生的地方 越靠近那里血腥味就越重 我突然惊叫失声 只见贤者爷爷失血倒在的草地上 我赶紧摇晃着爷爷祈祷他还活着 周围的人说他似乎是中了某种诅咒 情急之下我想到了起死回生的法术 需要将面前的石板打碎 突然间石板上空泛起了奇异的光芒 我惊讶地读着天空中浮现出来的字 果然是来自大海巨人族的诅咒 拥有海灵守护的我竟然获得了传承千年的指引 随着我手中施展魔法 古城墙上浮现出来了几行字 我不由地怀疑巨人族一直在等待我的出现 此时我决定要先破除巨人族的诅咒 见到我面无表情地离去 众人因为害怕被诅咒波及而不敢靠近我 看到这群懦弱的人我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我跪倒在贤者爷爷的身边痛心疾首 此时西安出现在了我的身边安慰我 得到了他的鼓励我也鼓足了勇气 随后我双手核实 运用大海的魔力发出强大咒语 众人都被这奇异的一幕惊呆了 此时我和西安似乎融为一体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我复活了贤者爷爷 西安也是欣慰地看着我 可我却由于体力不支 而昏倒在爷爷身上 侍女见状惨叫着 哥哥马上前来抱住了我确认我只是昏睡 并派人将我送回营地 呆呆侍女照顾着在床上昏睡的我 当我迷糊睁开眼睛时 却猛然从床上惊坐起来 呆呆侍女则被我这波操作吓到了 阿戴尔闻声而来 焦急地握住了我的手 见我安然无视他竟激动地泪如雨下 我耐心地安慰着他 他也是幸福地抹着眼泪 和我说几小时前 贤者爷爷复苏后也来看了我 随后便要为我准备食物 我又想起那面古城墙 那分明是巨人族给我的留言 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 但下一秒我就躺在床上摆烂了 如果想见到巨人族 就必须造一艘亚特兰蒂斯的船 去到二哥消失的地方 第二天 阿戴尔催促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看着他关心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 我便同意回宫 很快我便踏上了龟城 没想到那些翻译家门也来送行 他们感谢我就活了贤者爷爷 我只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贤者爷爷此时也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让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也嘱咐他一定要再活五十年 少一年都不行 但我此时突然想到 可以请贤者爷爷出面 帮我完成一件事 贤者爷爷好奇地问是什么事 我咳嗽了一声让他凑近脸 便到他耳边偷偷说给他听 贤者爷爷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并承诺一定能为我做到 前男友用密法将我封印前年 可谁知如今他却再度出现 并且安排一个与他十分相似的小孩接近我 就在刚刚我回到了皇宫 我让阿戴尔不必跟着 便一个人飞奔去找西安 我从未和西安分开这么久 不停地祈祷西安一定要安然无恙 门口出来的大臣惊奇与我出现于此 我则古灵精怪地要他保命 我捏手捏脚地打开了房门 西安察觉到有人写字的手盾住 还威严地问是像死吗 我被他反常的样子吓了一跳 但仍然欣慰于他的一路走来的成长 我屁颠屁颠地过去 他却愤怒地拍桌子 脸色阴沉地想惩罚不听话地吓人 可以回头 看见的居然是他日夜思念的可爱鬼 瞬间就和颜月色问我怎么提前回来了 听到我说因为想他西安的脸又红了 他开心地要给我准备好多好吃的 我嗅着美食的香气幸福极了 西安坐到我的身边问我有没有找到宝物 我摸着口袋说当然了 随后就递给了西安一个有咒语的宝物 我坏笑着这还是个能把旁边的人变成兔子的咒语 西安听了也被我逗乐了 并说会好好珍藏的 随后摸着我的头 他突然试探地问我身上是什么味道 我闻了闻却没闻出不同 他按捺住恨意说有人把味道深埋在了我体内 突然门开了 是茶点送来了 我开心地享用着美食 西安则又是试探地问我新认识的那个朋友是谁 我兴奋地向他介绍着红衣主教阿里 还和他说阿里能够操控天气 西安笑着解释说红衣主教都能操控天气 我觉得和他做朋友真是正确的选择 西安继续试探问我和阿里玩得开心吗 我点头并说阿里还对我失了祝福魔法 我还想说却停住了 我痛苦地攥紧了拳头 咬着牙关 要是二哥在他听到我说这些故事一定也会很开心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哥哥 过了一会西安独自站在窗边 他心中怨恨红衣主教竟敢在直属于他的波波身上做标记 绝不能就此罢休 波波是西安的天使 第一次与波波产生共鸣的瞬间 西安才第一次觉得自己活着 但红衣主教竟然想夺走我 于是西安一抬手 召集了三个刺客派他们摧毁神殿 刺客追问是否要留下信徒的活口 西安想到这是我不喜欢的便放过了信徒的生命 随后他叮嘱刺客行动过程中不能有人受伤 与此同时在神殿这边 阿里正在走廊上独自走着 心事重重地来到了一处地方 只见阿里眼神无光地看着这个男人 可谁也无法想到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末日 本是我下属的前男友 现如今竟成为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神 为此他也是不得不放弃了一些 此时世人敬仰的阿里正恭敬地汇报着我的情况 而他不过是末日所创造出的傀儡罢了 听了阿里的汇报 末日略微思索后 一张大手便是伸了出来 阿里默默地闭上了双眼 瞬间他的记忆便浮现了出来 而他所看的最后一幕便是我的笑脸 随着末日拿开大手 阿里羞愧地说着并没有发现我身上的神力 末日略有犹豫 接着便是对虚空一抬手 我的样貌便是直接浮现 此时的阿里更是羞红了脸 见此末日脸色一冷 手一挥我的幻象便是直接消失 而阿里的内心却十分想摆脱末日 对我的思念也是浮上心头 另一边的皇宫之中 众人纷纷议论着我救了贤者爷爷的事 大家对我的态度也随之转变 面对众人的称赞我也是十分受用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皇家疏苦 想着皇帝还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重病的西安能不能等到皇帝回来 这时门外传出一声响动 我兴奋地开门后 确实发现了一脸慌张的侍从 他哭诉着西安没有起来 而我也不由地慌了神 我慌乱地跑进了房间 偌大的房间空无一人 而当我走进之后 瞬间惊住了 此时的西安似乎已经处于崩溃的极限 我的男友进CPU我 一度以为治好的男友竟然再度生病 我的男友先天患有狂躁症 终于在和我共鸣之后得以康复 可我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掌控身体 但他为了控制我时刻在他身边 竟然故意使自己生病 从而让我不能离开他 此时我看着重病在床的西安 我赶紧将手贴上了他的额头 并焦急地看着这个浑身发烫到 失去意识的男人 而他却反过头来安慰紧张的我 我向他承诺知道他痊愈我才会离开 并叮嘱他今天不许工作 我拍胸脯宽慰到他的工作 全包在我身上 说吧我便要去西安的办公做工作 我紧握着钢笔准备大展拳脚 我在西安的床边奋笔集书 我突然好奇新年派对是什么 西安没有力气解释 我猜测这想必是一个无聊透顶的聚会吧 一些阿谀奉承的大人们互相吹彩虹屁 我突然灵光一闪 询问西安这次可不可以去野游 我兴奋地构思着游玩的细节 西安宠密地告诉我可以试着下达命 我嗅到了权力的气息 心想这下可就都得听我的了 谁曾想我写着写着居然睡着了 西安温柔的公主抱起我 看着这个小小的我 西安心思深沉如深渊地笑着 原来可爱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看着躺在床上酣睡的我 西安拿起了我护在胸口的笔记 她独自坐着 为自己装病把我留在身边而感到内疚 随后便阅读起我的海边出行计划 她目不转睛地仔细阅读着 随后便被我的可爱逗笑了 她觉得我很在意这次的海边宴会 便宠溺地为我开后门盖上了 加急处理印章 为她最爱的我开完后门以后 西安觉得满意极了 随后她便来到我的床边 抚摸着我的小脑袋 心中却暗自盘算如何永久占有我 毫不知情地我还在床上说梦话 三天后的皇室一会厅中 皇帝宣布将表彰 我在巨人遗址的光辉事件 我坐在台下听着得意极了 大学士们也为我救活了 闲者爷爷而感激不已 我挥挥小手说 不用金银奖励 只需让我进入秘密书库就行了 随后便细数起先前种种的功劳 之前那个挑刺的绿男听后 却是轻蔑一笑 反对我进入秘密书库 我听后为之一了 我恼怒极了 皇帝转头看向我观察我的表情 我却忽所有人意料地展现出 世间最可爱的样子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原来在场所有人都被我可爱晕了 就连之前那个嫌弃我没文化的大叔 都谄媚地要求我再重复一遍之前说的话 我按要求说完以后 他直接被我的可爱冲昏头脑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为我说话 西安健壮也满意地点着头 只见绿男的脸臭极了 似乎还在打什么算盘 皇帝并不在乎绿男的反抗 大会宣布允许我进入秘密书库 我握拳轻声说着胜利 我终于可以解开这个精神秘密